主播各位观众 国民党今天下午呢 是召开了中场会 那正式通过成立选册会 这个选册会呢 会在接下来 2024的立委选举 负责各县市的立委提名名单 而这次担任选册会成员的 立委傅昆奇 他也在稍早接受访问 我们先一起来听 面对即将到来的 2024的总统大选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 艰困的养工 看到权动法 以及这个两岸的兵凶战危 还有台湾的缺弹危机 在一个不适任的中央政府 带领台湾之下 这个真的是民不聊生 所以中国国民党 要怎么样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 让台湾回复 安定繁荣和平的生活 这个是承载全国国人的负担 我们会全力以赴 那至于这次国民党 所再一次 在中华会来推动这个选册会 来面对所有民进党 在年底可能的所有的战术战略 以及相关的这些紧急应变当中 要有一些相当刺重的角色 不只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协调 也要背负很多的这些各界的骂名 我想从去年的九合一 选车会从一路被各方质疑 也必须要来承担 到最后的结果 国民党赢得了一个 死无前例的一个大胜 我想这正是 每一位国民党的党员 以及选册会的委员 都应该肩负责责任 好可以听到傅君奇是表示 国民党的首要任务 就是拿下2024这一局 总统立委选举 不过与此同时 这一份选册会的名端端出来 其实也受到外界的非议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傅君奇 他过去自己曾经涉入炒股的案件 那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教 也在名单当中 而李全教过去呢 就因为涉及会选 是有相关的刑责的 那对此呢 过去国民党中央 他们其实在反黑金方面 他们是严厉谴责 喊得正天驾想 那如今却端出这份名单 大家也觉得是 相当的难以理解 不过国民党的文传会 副主委林嘉欣是解释 李全教呢 他其实现在相关的刑责 他都已经服刑完毕 所以是没有争议的 以上就是掌握到 最近消息 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 彭丽直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